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由產新聞出品 2021年立法會選舉遺老的特備節目 我是嘉賓主持柯創成 今天舉行的是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特備節目 12月19日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 功能組別共有30個議席 由28個功能組別的選民投票選出 除了勞工界有3個議員之外 其他27個界別都會選出一位議員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到教育界五位候選人 出席我們這個特備節目 首先讓我介紹他們給大家認識 分別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朱國強 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丁建華 無黨派的林日豐 無黨派的林詠詩 獨立候選人文詩詠 這個按去較早前的抽籤次序是決定的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是有三個環節 分別是介紹政綱、焦點討論和總結發言 每個候選人都有均等時間去進行這三個環節 三個環節大家都是可以按當時的抽籤次序作出回應 如果大家聽到叮一聲 即是表示時間已經夠了 需要停止發言 事不宜遲 我首先進行第一個環節介紹政綱 這個環節每位候選人有四十秒時間去介紹政綱 我首先請朱國強介紹政綱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朱國強校長 我是小學校長和幼稚園校監 我過去用正向、關懷、奉獻 將一間避殺、就離避殺的村校 打造成一間受歡迎的HAPPY SCHOOL 我期望我用這種正能量 將大家業界的聲音帶進議會 為大家爭取一個更美好的教育界 師生是需要身心健康 教育資源是需要增加 教育的生態是需要穩定 另外教育界是需要進步 請大家支持我朱國強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丁建華同樣四十秒時間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丁建華 我的口號是 寧殺校補教席尊重老師 教師長期忽略了 我們必須要保衛教師 教育政策有很多失誤 有幼稚園我們的資助模式做得不太好 還有中小學殺校的問題 一直都纏繞著我們教育界 今天我站出來 我將成立教師公會 為我們的教師 為香港的教師 增福你 互權益 好 時間夠 請林日豐你同樣四十秒時間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教育界獨立候選人 林日豐 我正剛是專業同行 我關注有四個 彰顯教育的專業 穩定學校的生態 爭取教師的權益 守護學生的成長 我相信最近老師在承受很大的壓力 又快將要面對宿班校的問題 我有在中學零殺校的經驗 我希望能夠和大家同行 請支持我林日豐一票 亦都請大家 踴躍去投票 將專業的聲音帶來發佩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我請林詠詩同樣四十秒時間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四號林詠詩 我的競選口號是相符見希望 同心足未樂 我們的老師是值得被尊重、善待 我們的學生的多元發展應該被包容 辦學團體和家長的需要 是應該得到政府的關注 特殊教育是需要更多人的關心 我希望結合我在二十年 在主流學校的前線老師經驗 在教局兩年助理督學的歷練 特殊學校校長的教育行政經驗 結合不同持份者的聲音 發揮喬良的角色 將大家的聲音大盜議會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我請文詩詠 你有四十秒時間的發表政綱 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首先我要向天美光上班 放假和平時下班後都要批改 要批改和要… 好 時間夠 接下來第二個環節是焦點討論 我們會有四個信封 我會請出候選人抽出相關的題目 題目的設定是社會性和業界關注的題目 當抽出後 每一位候選人可以有兩分鐘時間 就此題目發表意見 接下來他們會有互相質詢的環節 每人分別有半分鐘的提問和一分鐘的回應 首先請朱國強抽出第一條關於界別或社會性的題目 請朱國強 請你給我 這條題目是教育界團體 教育界團體 按剛才的抽籤次序 每位候選人是有兩分鐘的時間發表意見 我首先請朱國強可以發表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過去香港的教育界團體 有很多機會在教師中心裏面發揮作用 在他的專業上舉辦很多的課程、班組 但隨著教師中心的結束 這個機會就已經沒有了 我認為政府是很應該繼續去開辦教師中心 將它變成教師中心2.0 讓各個教育的團體 是有機會可以繼續舉辦一些 身心健康課程和專業發展的活動 因為這是一個老師普遍的訴求 其實教師中心的結束 在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傷害 例如我自己在教師中心裏面 都非常積極參與 當它結束之後 我們就沒有了這個平台去舉辦不同的活動 所以我們期望教育局 儘快將教師中心服辦 或者將它改造另一個方式 讓這些教育團體可以有地方、有空間、 有一個秘書處去協辦這些活動 多謝 好,接下來我請丁建華 同有兩分鐘時間 就著這個題目發表意見 請丁建華開始 好,教育界團體 其實我們在這個名詞上面 已經可以看得出 教育界 and 團體 教育界當然就是要做教育的工作 支援我們的老師 而團體更大的力量 它比一個人的力量強大很多 即是說我們的團體 更應該支援我們的老師 不論是他們的心心 還是他們的壓力 遇到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 教育界團體這件事是很有需要的 更希望的是能夠做到 團體它的功能 它可以有不同的功能在這個團體裏面 還包括有課餘的 我相信老師都是我們一個市民 市民需要的東西 就等於我們老師需要的東西 可以有教學的支援 我們今天面對很多的教育議題 教育的工作 我們的老師可能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他不知道怎樣推行 特別在國教這個事情上面 我相信教育界團體 不僅是一群我們教育界圍在一起的一群人 而是他應該更具有功能 更能夠反映到 幫助到 支援到 協助到 我們最前線的老師 還有我們的校長 校長是一校之首 他更加應該在這個團體裏面 發揮更重要更大的作用 令到我們教育界 能夠做到優質的教育 多謝 好 接著我請林麥峰 跟他有兩分鐘時間 就著議題發表意見 你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大家好 教育界團體 我們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層面 第一就是有議會 議會是代表學校 也有校長會 校長會也有分地位性的校長會 也代表了校長的聲音 也有副校長會 也代表了副校長的聲音 當然我們不能夠遺忘了辦學的團體 辦學團體是一個 相當在學校 或者是對教育和政策上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校長會也有兩個 所以其實在每個層面上 都有很豐富的代表性 當然我同意最近 因為有些原因 有些代表教師的聲音 可能會暫時告別了我們教育界 但我們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有很多學科的會議 我們也看到有卓師 這些教師的會議 這些覆蓋面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如何凝聚各方面的教育團體 能夠聚焦對我們未來的一些政策 產生一個共振感呢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推動 為業界 為我們現在老師 所承受巨大的壓力的時候 我們怎樣能夠告訴教育局 告訴政府 讓他們適當地提供適當的支援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 將來我們可以建立 是一個教師的專業平台 我們可以透過培訓 對很多法治 對我們的新教學的知識 去加以去提升它 令到他們在這個平台 真是能夠很專業地 去代表業界發聲 向我們的政府 向我們的家長 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目的 是想培育我們的小朋友 是健康成長 有個快樂的人生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我請林詠詩 同樣有兩分鐘時間 發表這個題目的意見 你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 辦學團體可以做到兩件事 第一就是優化教育發展 第二就是推動政策發展 在學生人口下降 我們面對宿班 我們的老師飯碗不保 其實我們和政府初商 我們怎樣去落實執行一些政策的同時 辦學團體或者這些教育團體 可以發揮到一個支援的角色 可以支援到我們的老師 家長 辦學團體 甚至是有志加入教育界的年青才晉 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的學生 他們的抗疫力 現在面對很大的挑戰的同時 我們不同的教育團體 其實是可以給很多的支援我們的老師 包括是心理支援 輔導的課程 我們的家長和照顧不同方面 有多元學習需要 在主流學校面對壓力的學生 我們都可以給老師和家長不同方面的支援 最重要就是溝通交流 在溝通交流的過程裏面 我們可以讓有志加入教育界的有識知識 運用這個機會發揮師徒制 令我們的學界有流動資源 還有專業的發展 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合作攜手 是可以推動優質的教育模式 監察政府的教育政策推動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我請文施詠 同樣是有兩分鐘時間發表意見 你現在可以開始 在現在這個世代 全球化的社會 知識層面已經是萬變的了 其實新的教育議題 是需要我們一起去產生 一起去想的 在各國不同的教育家推行當中 已經推行了一個 我們叫做Voka的時代 很多東西是萬變 我們要關懷老師的需要 因為老師就是正正把知識 從他的自身帶出來給我們的學生 他每天很早就上班 公園時間就要做很多學校的工作 其實他的身心 他的心靈的健康 我們是需要關注的 所以如果舉辦了教育的團體 不論他是一個實體的地方 還是一個網上的地方 都是可以首先要著關心老師 他們的尊嚴 他們的夢想 他們的飯碗出發先 收集各個老師不同的意見 去領埋到他們的需要 例如推行小班的教學 阻止殺校的誕生 最長的工時 可以作一個可行性的研究 而最後希望教育局可以一起想想 把資源、把錢跟著老師走 現在我們很多的議題 都是立刻說就要立刻做 其實老師消不消化到呢? 老師未必可以預期消化到 那麼他的心靈的壓力 我們是需要關注的 如果我們是有教育界的團體 可以一起出來 團結所有的老師 收集他們的聲音 去幫他們發表他們的意見 監察教育局的執行力量 我相信和諧、共融的社會 就會很快誕生 好 時間夠 接下來就是質詢的環節 在這個部分 每位候選人 可以向其他候選人選擇一位 然後就著他們的提問 可以出發問 半分鐘的發問時間 一分鐘的回應 我首先請諸國強 你會選擇哪位候選人 我請問校長答 好 那你可以半分鐘了 請你提問 我想問問問校長 你認為教育局可以用什麼方法 令教育團體發揮到最佳的效果 即是它的作用 好 文施永 你有一分鐘的回應可以開始 我認為教育局可以 首先是做一個 老師最長工時的可行性研究 因為老師實在 現在只是有加他的行政工作 他的課單時數是不會減少的 我想這個位置 都可以取一個平衡 只有教育局才可以收集到一些數據和意見 也都可以 我覺得老師都可以 和教育局可以去反映一下 或者透過我們做議會的 可以去將他的意見擺出來 例如在教育學方面 我們可以有專家的教學 擺入學科室裏面 有些老師是專責 只是教書都可以很優秀的 不一定要升職才是一個很聰明的老師 有一個教育家 在加拿大有一個教育家 很出名的 他是阿佛林 好 時間夠 丁建華你會考慮去問哪位候選人 朱校長 朱校長 好 半分鐘請你開始 朱校長 我想問一下 剛才的議題 教育界團體 你覺得我們教育界團體 還可以怎樣做 能夠更加幫得到老師 而政府又可以 教育局又可以接受 好 朱國強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其實有很多的教育團體 雖然教師中心結束了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都不停舉辦活動 不停提升專業的發展 舉個例子 例如我的香港教育大學校友會 基本上每一個月 都舉辦兩三場的網上講座 其實業界所有的團體都非常努力 我認為政府是應該再團結他們 找他們一起開會 提供一個場地 提供一個秘書處 讓他們好像以前一樣 去繼續發揮教育團體的作用 令到業界更多有進修 和有身心發展的健康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教育界很需要團結 和教育局一起商量這件事 令到教師中心2.0可以再復辦 謝謝 好 時間夠 林立峰你會問哪位候選人 大家好 我也是想請職朱校長 好 半分鐘請你開始提問 朱校長剛才提過 教師中心暫時停運了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真是有一個很好的組織 亦都很專業的組織 去代表教師 爭取我們權職 但我們同時 亦都應該增益我們老師的專業水平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 較為短期的構思 怎樣可以凝聚到教師 能夠發揮到這個功能呢 好 朱國強一分鐘回應 可以開始 如果是講教育團體的話 其實很簡單 教育局是應該召集一批 以前在教師中心裏面的教育團體 坐在一起 商討一下究竟 我們可以舉辦些甚麼活動 裏面當中其實有很多個部門 包括了專業發展 包括了教育研究 包括了一些身心健康的活動 其實每個部門都有不同的功能 我以前在教師中心都參與了十年 有很多的服務 我覺得教育局只要聚集我們一起 開會 一起討論 再復辦 其實自然就會有良好的效果 多謝 時間夠 接著我請林明思你可以選出一位候選人 作出提問 你會選哪位 我想請教育主校長 朱國強好 請你開始提問半分鐘 主校長 在教育團體裏面 你覺得怎樣去結合企業 即是商界 醫療和大學去支援我們的老師 去支援我們的學生 去提升他們的抗壓能力 好 朱國強你有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教育團體 其實可以結合商界 醫療和大學 即是聯繫不同的部門 甚至更多的部門 或者社會的不同的機構 都可以合辦活動 因為其實每一個專業的部門 他們都有它的功能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教育師中心 我們教育大學學會 最近都搞了一些 就是請醫生 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療師 教老師怎樣去護席 其實每一個不同的機構 都可以提供它的專業的服務 或者一些的培訓 我們教育團只要聯絡到他們 就可以將這些每一個界別的專業 帶給我們的老師 謝謝 好 接著我請文詩詠 你可以選一位候選人提問你選哪位 都想向朱校長請教 好 半分鐘時間請你開始 在這個世代 都是一個全球化的世代 信息的萬變 政治 社會 人物 底下都開始分為兩極化 你怎樣看教育新的議題 好 朱國強你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其實教育界新的議題 真是無窮無盡 任何發生了一件社會事件 又或者一宗大的新聞 都可以引起很多的議題 我覺得我們老師或是作為校長 只要按著那個事件 有一些適當的反思 然後有一些的討論 檢討當中有些什麼學習 其實我們一樣可以從當中 得到很多的教訓 或者一些的知識 一些的經驗 其實我相信現在教育局 或者是業界 基本上對於社會的議題 很多方面都已經有經驗 或者是很敏感 亦都是很有智慧 所以我覺得 我也相信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多謝 好 時間夠 然後我想請丁建華 幫我們抽出第二條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涉及到業界 或者是社會性問題 請丁建華 抽出是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同樣 每位候選人較早前的抽籤次序 大家都兩分鐘時間 就這題目發表意見 我首先請朱國強 你可以開始 其實每一個國家 都會對自己的 國家的學生 進行一些外國教育 我們香港亦都不例外 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 其實我們推行外國教育 或者國民教育 是相當之正常不過的 但是早年 因為一些社會的事件 或者一些反對的聲音 是將這個國民教育 污名化了 其實我覺得是相當之可惜的 到了今時今日 又經過2019年的事件 我覺得我們是需要再次推廣國民教育 但是推廣的時候是怎樣做法 有很多種 我自己為例 我自己的學校 我覺得每間學校都有不同的校情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迫的 我們應該相信老師的專業 讓他們按步就班 覺得舒服地慢慢去推展 這個是我的意見 謝謝 好 接著我請丁建華 有兩分鐘時間 你可以發表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中華五千年 中國今天成為一個國家 是不容易的 而我們的子子孫孫 世世代代代 都應該以我們身為中國人 而感到自豪 國民教育 其實我們是必須要做的 他在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知道我們的根在哪裡 今天可能我們在香港 我們推行國教 有很多的老師 他會遇到一些問題 因為可能他對中國的歷史 或者今天的中國 未是很了解 但是我覺得 國民教育的推行 首先就是人民的文化 讓我們的老師 讓我們的學生 去體驗 去感受 去了解今天的中國 我就會覺得 他們一定會認同 我們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同時 我們推行的時候 亦都會方便 或者說 他們能夠接受很多的 教育 是要從本質開始 如果我們身為做教育的人 但是 我們對中國 對我們的國家 沒有感情的話 那我們是不行的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透過教育 去教育我們的老師 透過教育 去教育我們的小朋友 來認識中國 從而推動國民教育 多謝 好 接著我請南日豐 同樣有兩分鐘時間 就此題目發表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多謝主席 國民教育 其實在回歸前 回歸後 我們的學校老師 都其實付了很多的努力 去推行我們的國民教育 我們國民教育 我們可以包括 對國家的歷史的形式 對國家的文化 在教育上面 不斷在進行 我們也在國民教育裏面 應該概涵了有經濟的發展 有社會的發展 這些是國民教育 教育 教育我們可以透過 在課堂內外 都可以同時進行 而且在教育裏面 我們也強調是知情義行 所以在過去來說 學校都推行了很多 和國內的學校 大家互相的交往 大家互相的認識 這些我們是 得定要的易肯定 當然社會有些事件 是令到我們在這個進行當中 是有一些困難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的老師 都能夠迎難而上 繼續堅持一個國民教育 這是我們的重心點 當然我們不單單看自己的國家 因為在我們課程的綱領裏面 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學生 是一個有全球化的視野 亦是世界的公民 所以這只是他對世界認識 一個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不應該把這裡斷了 我們應該要堅持做好國民教育 推廣去到一個全球化 一個公民的責任 這是我們希望大家 攜手努力 老師辛苦了 但是你們的辛苦 是肯定的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林詠詩 你可以有兩分鐘時間發表你的意見 現在可以開始 有關國民教育政策執行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我們相符同心去支援老師 當一個政策推行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去諮詢老師 第二就是在執行策略和執行時間表的時候 我們要關心老師的感受 以及他們預視到有什麼困難 當我們有充分的諮詢 也都是了解老師在執行策略和執行時間表的時候 他會遇到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老師 是能夠和我們一起 將國民教育是很穩定的去推展的 舉個例子 在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要落實每個星期 每一個星期就要升期了 在我的學校裡面 我們預示到我們的學生 不能夠在學期中 突然間去舉行這個星期禮 所以我們在暑假的時候 就和老師一起 我們部署了 九月就已經開始每個星期去升期了 執行策略的時候 我們考慮到 除了星期之外 我們還有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課程的推展的時候 我們是給老師發揮自己的所長 課程專的同事 我們給他去寫課程 但活動好的同事 我們給他去執行一些活動策略 即是說我們在推行一個策略 去到老師層面的時候 我們是兼顧了老師的長處 老師的專業知識 最重要是關心老師的感受 老師的感受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學生 究竟學生會不會有不同的觀感 所以我們在推展這個國民教育的時候 首先我們成立了學生的小組 老師的核心小組 老師學生的核心小組 他會跟我和我們的副校長一起有會議 我們都明白 推行一個政策 或者推行一個策略的時候 很難一步到位 但是只需要我們持守 共用關愛的時候 一個政策推行 充分的資訊 是一定能夠成功的 謝謝大家 接著我請文詩詠 還有兩分鐘時間 就這題目發表意見 你現在可以開始 在推行國民教育 我有三個看法 第一在教學方面 第二在學習方面 最後就是講我自己方面 在教學方面 我覺得中小學是需要理所當然去推行的 作為校長 也是中國人的我 我覺得配合這個課程的推行是必需要的 但是又可以在有趣的底下 我們可以把小朋友 把我們的學生可以認識到 什麼叫國情 什麼叫國民 例如我們可以用考古的方法 去學習歷史 有個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剛剛開車開地鐵的宋皇台站 就是一個考古明朝和宋朝的一個文物展覽 小孩子可以學習於我們的交通上面 將它的生活化 將我們的國情 將我們的歷史 帶到去生活 我覺得政府是需要有責任的 不是說將球拋給學校 拋給老師 他就做完這件事了 例如他可以將國家強的一面 舉辦不同的展覽 或者是將奧運之聲 國家強隊 帶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使我們認識 讓我們深深地親身體會到國家之強 在學習方面 設計不可以死記硬背 如果學生需要死記硬背 是不能夠很容易去愛國的 所以我希望用柔的一面 軟實力的一面 去使用我們學生 了解我們的國家 愛我們的國家 好像在推行國安教育那裡 我們有16個安全的國安教育範疇 老師可以在那裡有大大的發揮 小朋友可以在那裡學習到 例如社會和經濟的安全學習 至於我 就會繼續留意 教育局給出的任何細節 好 時間夠 接下來是質詢環節 同樣了 每位候選人可以選擇 其中位候選人發出問題 問問題時間是半分鐘 回應時間是一分鐘 首先根據較早前的抽籤次序 請朱國強 你可以選哪位候選人 我想問問丁先生 好 開始提問半分鐘 我想問問丁先生 你認為教育局應該提供什麼支援 或者課程幫助幼稚園的學生 去推行國民教育呢 好 丁建華 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好 多謝朱校長 我認為小朋友 這麼小的小朋友 你用文字給他 未必能夠他吸收得到 了解得到 所以我認為 小朋友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就是要音樂 要繪畫 他能夠畫得出來 他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些音樂和畫畫 將我們一些故事內容 將一些國民教育課程的內容 變成他們能夠自己畫得出來 能夠唱得出來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不單是有效 而且是令到他能夠愉快學習的一個方法 好 接著我請丁建華 你選擇位候選人 你會選哪位 林校長 好 林麥豐 好 你可以准 好 林詠師 好 請丁建華可以提問 是 在我們特殊教育這個領域 其實我覺得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們又可以用什麼方法 能夠令到我們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我們都能夠去了解得到 學習得到我們國民教育 好 林詠師 一分鐘時間 你可以回應了 開始 在國民教育裏面 我剛才提過 我們在推展國民教育的時候 是因應老師的長處 和學生學習的特色 所以我們分了兩個範疇 第一個是課程的範疇 第二個是活動的範疇 舉一個例子 當我們講共融的時候 我們除了有課程的範疇 去講我們中國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都可以共融到之外 我們的老師 亦都是用了不同的食物去介紹 這個正正是照顧到 一些是用視覺型學習 一些是用觸覺型學習 剛才丁校長也講過聽歌 其實我們都會引入音樂和一些體識 最近我跟同學和同事 一起去看我們的課程的時候 老師教中文科 他就用紅豆去講一首詩 一首關於國民教育的詩 去到課室的時候 學生很開心 一邊吃那款紅豆沙 一邊背那首有關紅豆的詩 在這裡我可以體驗到教學相當和公用 好 時間夠 林立峰你會選擇哪位候選人 我想請教文校長 好 你有半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文校長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在整個推行國民教的政策上面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力尊而善 可以受惠到呢 就是學生和老師 以及整個我們的社會 好 文師永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我覺得國民教育方面 其實是人人有責任的 每一個持份者都可以承擔 他應該有的責任 例如教育局 他應該是要提供多些 師生和家長 甚至乎家長 都可以親身去到內地 去認識我們的國家 去親身體驗 就算是用VChat去付錢 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除了教育局之外 我覺得學校都有責任 是要提供機會 給不同科目去展開國民教育 其實國民教育 是一個軟性 心裏面的一個教育 是一個感受性的 可以在語文科 常識科 公民社會發展科 或者幼稚園的故事裏面 都可以深深地令到小孩 從小孩 從書本上 從課室 甚至乎走出的課室以外 都可以學習到 時間夠 林詠詩你準備問哪位候選人 謝謝 好 半分鐘時間可以開始 我想請教 在國民教育裏面 我們怎樣可以加強家長 去支援我們的幼童 去學習國民教育 好 丁建華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可以開始 好 多謝林校長 我自己覺得 現在其實很多學校 都基本上有了家長教師會 同時間我覺得 可以將我們的國民教育 透過家教會的協助 以及他們搜集資料 同時可以讓我們的家長 對我們的國家 可以有更加的認識 從而當他了解了之後 認識了之後 又可以回到學校 幫我們的小朋友 他可以在課堂裡講故事 又或者我們可以做一些戶外活動 是一些和國民教育有關的戶外活動 之後就帶他們去到那個地方 更加體驗 直接體驗我們的內容 我覺得在支援方面 家長對這個主題的支援 其實是很實在的 簡直是新教 我覺得這個可以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文詩詠 你會問哪位候選人 我想問林校長前輩 好 你可以半分鐘時間 開始 我見到這個社會越來越複雜 矛盾越來越多 在教育界同學 社會出面的最深的矛盾 你覺得是哪一方面 好 林立鋒 一分鐘時間 請你開始回應 其實我們在香港 是一個很專業的教育團隊 我們看到我們的大學 我們中小學生 飛升國際的成就 今天我們真的有一個很相感的時刻 其實這個矛盾 其實不是來自本身的教育界 我們覺得其實現在這幾年間 教師是承受極大的壓力 亦都令人一個感覺 我們的教育界被人失去的信心 專業上也得不到尊重 我相信我們參加這個立法會 這個議員職務的話 其實我們希望應該重建社會 對我們的教育界的信心 亦都希望我們所有社會人士 對我們的教師的專業得以尊重 我們都希望大家攜手同行 將我們困難的地方一一疏離 慢慢提升我們一個優質教育的疏漏 希望我們攜手好 好 時間夠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環節 總結發言 在這個環節 每位候選人有50秒時間 作出總結發言 發言次序都根據剛才抽籤的次序決定 我首先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朱國強請你開始 好 我認為教育最需要關懷的就是人 香港的教育 現在很多老師和學生都在競爭之下 以及很大的壓力 我認為在學校裏面 每一個老師和學生都應該成功和快樂 過去我在二十多年來都是積極參與 站在前線舉辦了很多活動 我相信我現職校長這個身份 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前線老師 將他們的聲音帶入議會 我期望教聯會成為我的後盾 希望大家支持我 朱國強 多謝 好 接著我請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 丁建華請你開始 好 大家好 我覺得教育是要有一課心 有一課熱烈的心 我很尊重每一位教師 因為你們默默耕耘 為我們的教育付出 為我們的教育貢獻 但是很不幸 我們的教育政策 很多時都出現了失行失誤 我們的教師很努力 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但是教育局的政策 往往都會將一些行政 加諸於我們的老師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們應該要找回 我要幫我們的老師 拿回這個初心 教育的初心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報稱無黨派的林日豐 請你開始 大家好 其實我們明白教育是應該以人為本 學生就是我們的根 教師就是我們的支柱 近年我們看到資訊科技的發展 我們看到疫情的問題 其實無論學生 無論老師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精神健康都是值得我們關心 當然政策方面能夠疏理得好 是可以作出舒緩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疏理好政策呢 我相信我參加立法會議員這個節目 其實就是正正希望能夠做好 我們業界和政府之間一個橋樑 發揮專業 我們互手同行 請大家投我林日豐一票 為你們的專業發聲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無黨派的林詠詩 你有同樣時間 請你開始 大家好 我是Amy 林詠詩 我今次出來參選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將特殊學校的需要 我們的老師學生 家長的需要聲音帶進議會 第二就是我們的老師 是值得被尊重 被關心 被體術的 在我們現在要把握好今次這個機遇 告訴大家 告訴我們的社會 告訴我們的教育界 我們的老師 是可以為我們的教育界 為我們的社會貢獻 很希望將結合我過去20年 在正規學校和特殊學校 加上校長的行政經驗 將不同持分者的聲音 將關愛共融的土壤帶回來教育界 將大家的聲音帶進議會 多謝大家 好 接下來我們請報稱獨立候選人的文詩詠 你同樣時間去總結發言 現在可以開始 在全球化 信息萬變的世界裏面 政治 人類 社會 都已經開始兩極化了 我們要關懷我們的老師隊伍 給我們的老師多些空間 為我們的學生 預先提供他的生涯規劃 同時要管理我們學生的風險意識 我是一個實幹的校長 Jessica De Duer Dream and Butter 我希望憑著我的感染力 我結合大家 將大家的聲音帶到議會當中 可以做多些大家可行性的研究 為了大家剃造更美好的教育事業 多謝大家 好 那我們的幾個環節 也是順利地完成的了 再次感謝大家 收睇由產新聞出品 是我們2021年立法會選舉 圍勞的一個特別節目 亦呼籲大家 在12月19日記得去投票 在此和大家說一聲 拜拜